大家好 在這個禮拜 有兩波冷空氣的進入 今天禮拜二 就是第一波冷空氣進來 不過這波冷空氣的強度並不強 影響只有北部地區 所以北部的朋友 你有沒有感覺到 週二晚上天氣涼 週三的白天也是涼 不過到週三下午以後 溫度隨著高壓東移出海而上升 可是我們再來就要講 第二波的冷空氣 第二波冷空氣 最主要就在週休假期的時候 要開始接近 我們來用北部的車站 看看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變化 先注意到禮拜二晚上涼涼的 星期三晚上溫度開始上升 冷空氣減弱 星期四也是減弱 日夜溫差明顯 禮拜五的時候 晚上開始氣溫降 因為東北季風開始進入了 接著到了禮拜六 禮拜天 來 注意 13度 13度什麼意思 就是告訴大家 這個叫冷氣團 到了13度的時候 我們就稱之為冷氣團了 而以目前來看的話 在這北部地區的溫度 在台北車站在週六晚上 跟週日晚上 就是達到冷氣團的程度 接著禮拜一的時候 氣溫略上升 大家特別注意 週二以後開始溫度下降 幅度更明顯 這個就叫做強烈大陸冷氣團 因為最重要就是在於說 台北市夜晚的低溫 在禮拜三的清晨 大概就掉到11度 禮拜四 禮拜五 甚至有機會溫度再往下降 這麼一降降到10度以下 我們就稱之為寒流了 所以週休假期要提醒北部的朋友 中南部也要注意 因為在禮拜六 禮拜天 南部地區晚上的溫度 就降到20度以下 只有17度 溫度型態來說 隨著北方的高壓系統 正在逐漸東移當中 等到禮拜三的時候 高壓到達了韓國的位置 所以我們的溫度 在週三晚上的時候 風向開始變東北東風 溫度要上升了 可是再來看兩個時間點 一個就是星期五 星期五的時候 強冷空氣開始逐漸南下 來注意 這個T壓T度線 每一條就是四個 這裡就1044 那到了這裡1048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主高壓的中心位置 就大約會在105200趴的強度 而這個高壓系統 它開始往南移動 冷空氣在禮拜五晚上 開始要進來 禮拜六 禮拜天 冷空氣進入 在六日兩天的時候 北部地區的低溫 就在13度的低溫 冷氣團影響 接著看下一個時間點 下個禮拜二的時候 下週二到下週三 下週三的時候 冷空氣更強了 而且注意 高壓一樣的強 而且是往南移動 所以北部地區的溫降幅度 就會非常的明顯 禮拜三的晚上 大概較到11度 禮拜三到禮拜四的清晨的時候 就有機會在10度的低溫 而到10度就稱之為寒流了 所以下個禮拜的溫降幅度 因為非常的明顯 所以我要特別呼籲提醒 長輩朋友跟心血管疾病朋友 你在這個週休假期 保暖的衣物要開始準備 因為到了下禮拜的冷空氣的強度 就有機會讓我們台灣上空 達到10度以下的低溫了 這股冷空氣的下來 這也就告訴大家說 今年的寒流來的時間 比往年還要早一點 我們來看溫度了 先注意到溫度型態來說 在晚上涼 白天因為有陽光 禮拜三的白天溫度會上升 中部地區的日夜溫差非常明顯 南部地區是中午暖 東半部地區有點短暫雨 主要在東北角地區 而到外島地區夜晚天氣冷 小丁寧 兩件事情要提醒 南來北網溫差明顯偏大 還有 清晨黃昏陽光牆 逆光行車 咬住